今天为你介绍一种隐形防身戒指 以前的设计是这样子的 把这个圆的设计成剪的就可以了 赢的也可以 我们并不要让对方血流满面 以及有脸部有破伤的痕迹 只要能够对方要牵到大口 我们要牵到这个就大 它牵的就很痛 你可以攻击对方的脸啊 头啊 瞬间能够逃脱就好 现在这个炸上这样 我们再炸一次看看 这样就很尖锐 很有用处 平常带着 可以自由自在的工作动作 上面可以挂任何的事物 可以大小可以调整 好 好 好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请多指教